女孩躲在床下和父亲玩躲猫猫 可他做梦也想不到 这是见父亲的最后一面 父亲临死前一直对着他微笑 这时杀手突然抡起大刀 把父亲砸得面目全非 鲜血瞬间蹦见他一脸 他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 却只能强忍着不敢出声 本以为这样能躲过一劫 没想到杀手抡着大锤又回来了 看着大锤在眼前晃来晃去 纳美大气都不敢出 突然 可意外的是 他们并没有斩草出根 而是把他送到了一个房间 接着一坨黄油走了进来 纳美目着脸没有一丝恐慌 这时神秘人从天而降 一刀切了这坨黄油 忽然一声枪响 身后的大汗倒地 正是纳美救了男人一命 男人看纳美是个好苗子 于是收养了他 还将他培养成一名顶级杀手 男人是当地黑帮大佬九叔 纳美被收养后一心想着复仇 九叔为了训练他 让他跟男杀手们一起训练 但这次的水下训练却发生了意外 九叔将匕首扔进水中 其他人拿刀字就都上岸 只有纳美迟迟不见综艺 九叔想都没想 一猛子扎进水里救人 把人拖上岸又开始人工呼吸 纳美竟然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这一切都是纳美故意为之 很明显他爱上了九叔 不久后 纳美找到了杀父仇人 可老东西老奸巨华 纳美中了他们的埋伏 很快遍体鳞伤地被绑了起来 就在老东西再次抡起大锤的时候 九叔破窗而入 一把小手枪灭掉所有小弟 老东西看到九叔满脸震惊 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 就被九叔一枪毙命 这一次彻底征服了纳美 九叔也为了他金盆洗手 两人举行了简单又温馨的婚礼 可惜好景不长 在两人度蜜月的时候 九叔接了的电话就离开了 可他这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等纳美找到九叔 他的头被砸得血肉模糊 跟父亲的死法一模一样 纳美彻底愤怒了 他单枪匹马杀进敌人老巢 一场真人版CS拉开序幕 等走廊里的小弟全数倒下 纳美对上了黑老大 一根绳子勒上黑老大的脖子 然后破窗而出 了结了黑老大 可此时的楼下已经被警察团团包围 本以为会被抓进去等着判刑 没想到却被国安局看中 把他送进了一个神秘基地 女孩单枪匹马干翻整个黑帮 然后就被警察团团围住 本以为会被抓进去等着判刑 没想到被送进一个秘密基地 不但给他做了死亡证明 还顺手整了个容 这里要学的东西非常全面 有话剧和魔术表演 还有芭蕾舞和化妆技术 但纳美只想逃跑 看到他劫持人质 一旁的人却丝毫不见惊慌 纳美冲进另一个房间 一个短发女人站出来说要跟他一起逃 然后主动打开了密道大门 一行人来到天台 女人说从这里跳下去是唯一的出路 说完自己率先跳了下去 可轮到纳美往下跳时 原来这个女人是这里的教官 他把一张B抄单拍在纳美面前 告诉他你已经有了身孕 很显然这是九叔的骨肉 如果想让孩子顺利生下来 必须服从组织的安排 教官承诺 只要纳美好好完成任务 就让他带着孩子过正常生活 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纳美同意了 几个月后孩子顺利出生 纳美开始积极参加训练 接下一个又一个任务 教官也履行了自己的承诺 给了他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还给分配了一套房子 可就在搬家的这天 他遇到了一个英俊帅气的大帅哥 好巧不巧小帅就住他隔壁 当然小帅也是教官安排的 为了接近并监视纳美 小帅不光长得帅 还温柔体贴 重要的是女儿十分喜欢他 渐渐的纳美也开始被感化 他希望可以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于是找到教官提出跟小帅结婚 教官爽快地答应了 两人的婚礼顺利举行 可这时他却接到了紧急任务 纳美拖着婚纱躲进卫生间 快速组装好狙击极枪 从排风扇架枪瞄准一气呵成 婚纱配居 简直又美又撒 可他正准备射击之时 却从瞄准镜里看到一张不能再熟悉的脸 竟然是已经死去的九叔 纳美心慌意乱之下一枪打歪 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九叔迅速派人调查 看着监控上这张陌生的脸 九叔却觉得无比熟悉 时隔几年 两个本该最亲密的人再次相见 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九叔走后 纳美瞬间流下了泪水 他对九叔的爱从未消失 可九叔为何要装死呢 与此同时 九叔的小弟正在监听小帅跟组织的电话 他接近纳美只是为了监视他 九叔把这段录音发给了纳美 纳美听完痛哭不已 本以为找到可以托付的人 没想到又是一场骗局 他急忙往家赶 想带着女儿远走高飞 可刚跑到楼下家里就发生了爆炸 小帅护着女儿从窗户被炸飞出来 只可惜女儿还是死了 小帅也跟着断了气 再次失去至亲的痛苦让纳美崩溃 他以为是组织赶尽杀绝 于是杀尽组织找上教官 但教官却打开了监控录像 这下纳美彻底傻眼了 因为这一切都是九叔干的 教官还放了一段他跟小帅的录音 其实小帅真的爱上了纳美 他跟纳美结婚不是为了监视 只是因为爱 得知真相的纳美彻底疯了 他开着车直接撞进九叔的老巢 架起机枪疯狂扫射 解决掉所有小弟 然后杀尽九叔的办公室 而九叔早已等在这里 他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杀害纳美父亲的杀手是他派出去的 而他收养纳美 只是想把他培养成杀人工具 后来他却拾动了心 可纳美复仇的欲望太强烈 他担心自己迟早会暴露 但他不忍心对纳美下杀手 于是利用纳美的感情 设计了一场假死 希望纳美能死在为他复仇的火拼中 纳美简直要气疯了 这就是他拼了命去爱的男人 两人开始激烈对战 九叔眼看打不过就要跑 不止不了他复仇的火焰 他飞升上了九叔躲避的公交车 身手敏捷地解决了数个小病 可轮到九叔的时候 他有些下不去手 他想起自己的父亲 还有女儿和无辜的小帅 再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当他走下公交车 再次被警察团团包围 这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残忍的笑容 影片到此结束